非常重要 最近二雀的人非常多 二度确诊 苏伊丰医师说院内住院患者原本好转了 突然恶化 果然一筛阳性 院内交叉感染 第四波的疫情反扑 大概是六月下旬是高峰 这一波确诊主要症状还是喉咙痛 流鼻水 咳嗽 青壮年族群容易伴随高烧 庄院长今天要讲的是红景天 因为提升免疫力当务之急最重要 出国的出国玩的玩 很想出国又怕受病毒的伤害 我们就一个东阳森是补气的温暖的 然后再加一片的粉光森 粉光森 这样子你就泡在你的保温杯里面 那你上了 我就这样告诉我的病人 他上了高山他就活蹦乱跳 因为东阳森补气 那粉光森让你滋润 不会容易发炎 那红景天让你可以血液循环是好的 这是第一道 但是如果你有免疫攻击的人 或是有癌症的病人 他不敢吃人参 这个时候我们就第二道 就是我们用的是刺武家 那刺武家我们这边是磨成粉 希望你可以用泡的 大家记得刺武家你去买的时候 刺武家我们用的是根茎 那有一种叫做红毛刺武家皮 这不是我们传统的刺武家 它疗效是不好的 所以记得你要买的是这个刺武家 那刺武家补气 就可以代替人参的功效 那再搭配个蜜黄金 可以帮你美容搭配个好喝的桂圆 帮你补血 然后再加上红景天 你可以平常提升你的抵抗力 感冒不容易发烧 然后你出国也可以带出去喝 可以防感冒高高兴兴的上高山 那会员长今天要提供两道防癌茶 一个是猪磷利水消肿的 另外一个是生草麦芽 它是疏肝解育的 所以两道都要学起来 院长 对 刚刚傅作提到说 这个我们跟肥胖跟社会性癌是有关系的 那其实在中医来讲呢 这个癌症跟情绪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情绪呢 刚好是我们中医所谓的肝经所管 我们中医这个肝经 我觉得它很像西医的这个性人和这个掌管情绪的这个部分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只要压力大 都有可能是会诱发癌症 所以男生呢 这一道呢 就是我男生的摄护线 不管是要预防或者是手术之后 预防其他地方复发 我觉得这一道都蛮好的 提供给大家当参考 那这个航局呢 就用来抒压的 我相信我们现代人都会有一些压力 那加一点抒压 另外一个株林呢 大家可能比较 仔细看 对 这就是我们的株林 它就是株林长这个样子 没有错 那现在中药呢 你只要是防癌的都涨价了 对 我这个一千要十块钱 它跟白组长的特效 很像 那这个是我们在预防或治疗 摄护线癌跟膀胱癌的一个特效药 就我们中医师都会开它 那它对一个就是说 没有得癌症的 可是它基本上摄护线肿肿大 就刚刚讲的会贫尿 夜尿等等 那我们白天来吃这一道 白天你会排得非常顺畅 你会很开心 那这个建议大家 六点以后不要喝 因为它会促进你白天排尿的顺畅 那六点以后你可能会夜尿 会不开心 那这个麦芽呢 长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麦芽糖的麦芽 麦芽是大麦发芽 它不是麦芽糖的麦芽 它是大麦发芽 这个是大麦发芽的这个麦芽 原来如此 它长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麦芽如果有人 它的肠胃功能不好 我们就是炒麦芽 那你要磨成粗粉比较好泡 那如果没有磨成粗粉的时候 我们就先煮 那这边的一些药材 譬如说玫瑰 跟这个天使薔薇 这是我家种的 那如果你没有种这个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的单身来活血化鱼 刚刚也提到了附作说 必要时候要用到抗荷尔蒙的药材 所以再次叮咛我们的男性朋友 不要自己乱去买有关陆荣的产品 如果你真的想要吃 请你请教你的中营食 以免你的摄护腺癌症 它是会转移的 我们就碰到之前那个男性病人 对 然后再来女性呢 就是说记得我们的乳癌 也不要乱去吃女性荷尔蒙的东西 好 接下来要教的是膀胱筋 来 足太阳膀胱筋究竟在哪里 我们请给人家来帮我来说明 它就在我们的脊椎旁边 跟肩胛骨的中间 那它有两条 沿着肩胛骨呢 这一条呢 是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OK 就在这一条上 对 你看它写个破护啦 神堂啦 魂门啦 对 所以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是按摩第二条 那么第一条呢 你看它跟我们前面内脏 是相对应的 所以你的上背部 就对我们的呼吸道 是可以保养 那中背部呢 就心脏 那再来就肝胆脾胃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可能肾脏啦 膀胱大小肠膀胱 所以这边基本上 你可以从上面一直按摩下来 那对我们的前面的五脏六腑 是有帮忙的 这是我们的脊椎嘛 是 那这是我们的肩胛骨 那脊椎跟肩胛骨的中间 就是第一条 那沿着肩胛骨就是第二条 那大家就可以从上面这样 怎么感呢 有点像披萨的感觉 老师是会痛吗 这是有感觉吗 有 有一点刺刺痛痛的感觉 酸酸麻麻的 那譬如刚刚我们马可老师说 你晚上可能会夜尿 平尿 那你的腰背部这一带 就是对应你前面的肾脏跟膀胱 有啦 这边就有比较酸痛一点的感觉 那就整个膀胱筋 你就可以这样滚下来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您常常站立 对不对 那这也是膀胱筋 脚也是 那是坐骨神经痛 走后面这一带 你也都可以这样 这样压下 都很有感觉 那我相信你的这个小腿应该会很酸 非常酸 小腿是人地二心臟 而且前几天还去骑脚踏车 这个还蛮好用的啦 譬如说你坐骨神经痛 你可以拿起 针对臀大肌 这边还有感觉哦 对那像我们女生 比较没力气 可是你看哦 我就用我全身的力量 压在这个地方 对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马可老师刚悟了一身 是特别有感 是啊 所以你要强化你的肾脏膀胱 我们就是下背 哦是 对那它的经络是从上面下来的 所以我们补气 我们就往上往下 那万一你觉得你在发炎中 我们就逆着经络 逆着经络 譬如说真的 社会现在发炎 不舒服 膀胱炎 我们就逆着经络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0FB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